台北县瑞芳镇借寿桥改建工程 昨天发生了公安意外 游民林姓工人疑似被吊绳的勾到 从17米高的高桥坠落到了基隆河 又被掉落的铁框给砸到 结果不幸的身亡 工人坠落基隆河陷入昏迷 同事赶紧把人捞起排出等待救援 林姓工人血流满灭 救护人员赶到马上CPR急救 这条座我给你搞的 救护人员紧急把人送往医院 事发当时一对母女正好经过便桥 目击工人坠落 从那个绳绳那边掉下去 它是有被什么弄到吗 它撞到那里然后又掉下去 它撞到那个铁的那个 下面铁的蓝色铁的地方 然后再掉下去 掉到哪边 那边那边那边 整个被压一下 好恐怖 经过抢救林姓工人还是 不幸往生 过年前发生公安意外 格外令人遗憾 绝对新闻基隆综合报道